我這酥皮的威靈燉牛排 或者是藏醋魚片 蔬菜柳葉魚 這些其實都是素食料理 特色蔬食推陳初心 甚至做成西式排餐 中式紅燒肉 日式生魚片 長得是以假亂真 但這類以健康為名的蔬食 真的安全嗎 老闆拿出這罐白色液體 上面寫著蝦仁香料 明明沒有蝦的成分 卻有蝦子的味道 不少業者為了讓這些假魂石 增加相似度 少不了化學添加物 隱藏食安陷阱 為了它要有肉的感覺 所以它裡面的話 會加一些額外的添加物 加了大量的一些澱粉 還有一些什麼骨筋什麼的 要去給它黏著 那這樣之後就不健康 因為當時還要油炸 所以它反而 它是更高的油量 然後更高的熱量 那吃進去反而會增加 我們心血管的疾病 吃素為了養生 但吃醋方法反倒可能吃出病來 過去曾統計吃醋的女性 三酸甘油脂比渾食女性高 好膽固醇也比較低 長期錯誤飲食可能造成 動脈硬化糖尿病 缺鐵型品血以及代謝症候群 甚至導致升值功能衰退 我們要小心就吃素的 盡量吃天然的 圓態的 圓形的食物 不要吃加工的 這樣可能就是 比較不會說我怎麼吃素 為什麼膽固醇還那麼高 我們實際來到市場調查 超市架上不少素食製品 像是素魚 素羊 素鴨肉 還有瞬即香腸 不僅都添加大量香菌 還有黏著劑等化學物質 而接著來到自主餐店 發現這些塑料的 慣用烹調手法 燒不了油炸以及高油高鹽 就連看似健康的原型食物 蔬菜外表也裹著油亮亮外衣 重口味的吃法不但不健康 少了肉類補給 還可能缺乏大量營養素 譬如說鐵嘛 對不對 我很容易吃一塊肉 我就得到了 那你更要知道說 我從哪邊可以得到那個鐵 那它的蛋白質可能攝取不夠 那所以它的免疫力會降低 那反而有的時候 還會增加癌症的風險 專家建議吃素 因補充足夠蛋白質 還得注意胺基酸平衡 否則會影響生長代謝免疫功能 另外只吃蔬食 缺乏維生素B12 可能導致貧血 也就是說素食者 還是要考慮額外補充保健品 才能攝取足夠營養 如果說你沒有去 攝取這些營養知識 缺乏這種正確的營養知識 你貿然去吃素的話 可能會比婚食者更不健康 養生風氣崛起 素食看似環保又健康 但若吃錯方法 不但達不到效果 反而傷身 專家建議不論吃婚 吃素選擇原型食物 健康烹調方式 才是聰明 以事之道 調查中心綜合報導 不然會被我 有所招待 咱們 不然會被人 不然會被人 不然會被人